因為生活不太...不太去 所以我來介紹一個人 最喜歡的人 最好的人 我媽媽 這是我媽媽 她住在上海 我想告訴你們 關於她的教育和工作 我媽媽去大學的時候 她覺得不太想學習 她只想教一個學生 所以她想她 學一個很容易的專業 她先上兒童大獎 是大學的 她說 因為她是 妳媽媽 可是 她上一個課 Secretary課 她說太難 所以她覺得 她可以上家政 是 Home Economics 她也不喜歡她 所以她適時英語教學 她就講 英語 英語 都不喜歡 所以她 她 還沒有 教一個人 還沒有結婚了 所以她覺得 我 可能去 全教 可是她 問 天父 她說 現在不想去 所以她還 學習還學習 所以 終於 她去全教 去丹麥 她 學習 丹麥文 和 文明經 她喜歡 她 回來的 時候 認識我 爸爸 就 結婚了 她 這麼 以後 出去 大學 還沒畢業 可是 十八年過 她會去大學 她來 BYE 她們 我們 兩個 夏天 住在 Provo 所以她可以 向大學 她 很 快快地 畢業 然後 她 像 一堂 老師 所以她 像一個 傷亡的 老師的課 然後她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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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媽媽 現在是一個 小學的老師 她 是 一個 Kindergarten teacher 這是 她的小學 在 上海 上海 United International 國 她們 很喜歡 她 這是 我媽媽的 其他的老師 她們 是 一國的老師 她 叫Sabrina 她 教 小 小孩子的學生 她 教她們 中文 這是我媽媽的學生 她們都很可愛 她們 我媽媽 是一個 男孩的學生 和兩個厲害的學生 她們從很多的國 很多的國 從香港 台灣 上海的外面 和 因為 上海的人 可以去 Local Schools 國際的學校 才會 所以她們都是國際的人 我媽媽 也有 也已經有 一個 意大利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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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國人 都有 我媽媽的學生 都很愛她 因為她很好玩 我也愛她 我媽媽是我最好的老師 她教我扛書和鞋子 她是最好的老師 她也教我 愛我們青人和我們家庭 她是最好的老師 她是最好的老師 所以 我想告訴媽媽 祝你 母親節快樂 給她看這個影片 才說 我也愛我爸爸 我 最後要說 我的祖母 不是 你們的祖母 不如我的祖母最好 好 好 好